好 我請教一下宏副院長 怎麼觀察今天指揮中心心的決定 維持三級 但是適度的鬆綁 其實這個比我預期的 應該是比較不符合我們的預期 因為我們是認為就是說 不管是警戒的升級或降級 應該是看科學與數字 那我不瞞大家講 事實上從我們515三級警戒以來 那我們一開始從就是所謂的 這個三級警戒的一些作為跟措施 事實上再加上非公衛的 這個要務性的介入的一個作為之後 再加上我們這次在疫情期間 大量的篩檢 事實上我們所看到的一個狀況 是說整個RT值 事實上我們都在追蹤這個RT值 已經超過一個月是小於1了 那事實上來講 最近的數字大概0.35 事實上如果純粹就科學與證據來看 事實上我們覺得說 從三級應該是回到降到二級的一個程度 因為事實上來講 今天的這個18例可以講說是連續14天 連續14天在100例以下 今天的七天平均只有下降到40而已 那所以我就在想說 那政府在這個不降級 只微解封的情況下 想必有他的一些考量 那我認為他的考量應該是主要是兩點 第一點就是說 他認為是說現在的這個整個這個疫情 都在控制當中 但是像這幾天偶爾還是會出現一些零星式的一個個案 像之前的北農 虎林 像是昨天的這個 這個桃園機場的這個 這個就倉儲也出了 但是事實上 雖然看起來都是虛驚一場 就像昨天的倉儲 後來他們昨天又追蹤了以後 又塞了900多個人 後來只有兩個確診 所以看起來疫情也不會應該不會再進一步擴大 所以我意思是說 可能這個指揮中心就考量到說 有這些零星個案的發生 所以必須再延長到726的這個三級警戒 我想是第一個考量 第二個考量我覺得指揮中心的考量 應該是覺得目前我們的疫苗施打率 就像前位來賓所講的 就是說我們施打率現在還在十幾% 基本上還沒有達到所謂的那個25到30基本門檻 那如果我們從現在7月12號到7月26 還有兩週的時間如果我們一天可以打到20萬劑 就是我們上次也算過 兩個禮拜打20萬劑的話 事實上有兩百多萬可以打 兩百萬兩百多萬打下去的話 我們起碼可以提高15%以上的這個覆蓋率 所以加起來就是大概25到30之間 當然我認為指揮中心是判斷說 這樣子727解封以後 他更有把握說 下一波的疫情可能不會再捲土重來 當然我覺得我們 東方人的性格是比較保守 事實上 以國外來講像以美國或是英國等等 他們國家 他們的解封是什麼解封 他如果一解封以後 他們的人民是連口罩都不戴的 可是我基本上我們台灣的人民 事實上你即使你三級降到二級 大家還是會很自律的 在可以戴口罩的情況 會戴上口罩 那基本上戴上口罩就有一定的NPI 就有一定的公衛的這樣的一個防護 那再加上這個我們已經施打這個疫苗了 理論上來講我認為即使降到二級 應該要再像這次四月份的這個大流行的 然後降到一個確診個案數 有可能在七到十天之後 我們某一天會看到一個零的數字出現 這是極有可能的 尤其是各位看今天的數字 最重要的一個指標是什麼 除了台北跟新北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外縣市是零了嗎 已經外縣市清零了 現在就剩台北跟新北了 那台北跟新北裡面 台北就佔了三分之二 所以我在想說這樣子 這個柯市長很多人就要叫他加油了 OK 那當然我想就是說 既然這個疫情已經到現在是一個比較平穩的狀態 但是我剛好這兩天也收到一份就是說 這個我們都知道在疫情期間在新北市 這個亞東醫院這個紅芒名教授 他們在這個疫情最critical的時候 他們總共收治600多個case 在這個集中檢疫所 在同一個檢疫所 然後呢他們就做了一些 就是統計了一些數字 那我覺得這個數字也蠻有意義的 所以也跟這個觀眾朋友 我們來分享一下 第一張這個圖板 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這個亞東醫院 在板橋新北設置的這個加強檢疫所 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不同的顏色代表是 過去不同的四個週期 就是說第一週第二週第三週 那這個最前面這個灰色代表的是 疫情剛開始的 這個五月份的那一週 兩週然後再往後遞延 那我們注意到 只要大家看一個數字 我們就發現到說 從發病到這個所謂確診 你看從一開始的這個 疫情最critical的時候 要2.16天 但是到了最近這兩週 已經下降到不到一天 就從發病到確診的時間 你看已經縮短將近一半以上 然後呢 從這個什麼確診到入住 他這個集中檢疫所 一開始要將近兩天的時間 那你看現在只是要 不到一天的時間 也降了一半 那所以呢 總結起來就是說 從這個發病到入住 整個集中檢疫所 你看我們從一開始疫情 那麼嚴峻的時候 要花4.16天 就從你發病到你被衛生主管機關 把你收到集中檢疫所 要花4.16天 但是現在這兩週只要1.74天 所以有效率很多 對 所以我們已經看出來就是說 經過這波的疫情的這個淬煉之下 事實上我們的醫療的人員 在就是說在跟中央跟地方 努力合作之下 在這集中檢疫所所報告出來的數字 已經顯示說 在整個的運轉上面跟效率 以及就是說因應這個大流行的一個情況 所展現出來的能量 這是第一張圖 那第二張圖呢 倒是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 也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那他也針對這600多個case 去研究說 在不同的時間段裡面 這個一樣綠色就是不同的時間段 那綠色這個是最前面的 這個感染的時間 然後紅色是最近這一兩週 我們就按照這個時間序來推移 那我們就發現到 在不同的年齡層之間 入住到他們集中檢疫所的百分比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個現象 在這個疫情的初期啊 60歲以上的人特別的多 你看這個綠色 綠色罷的就60歲以上的 然後但是你看 年紀60歲跟50歲以上的這一群人 隨著疫情的不斷的演進 他入住檢疫所的人數不斷的在下降 為什麼 就是我們的推估是說 因為這個警戒一發布以後 一些60歲以上這些老人家 就基本上全部都躲在家裡 所以他們就沒有出來這樣子 再到戶外啊 因為三級警戒哪裡也不能去 所以基本上在這樣一個規範下 我們的這些長者們 事實上你看 他的確診比例越來越低 然後住住也越低 但是另外一個方向是看到說 哇在這個 31歲到40歲 21歲到30歲 甚至11歲到12歲的 20歲的群組 這個年輕群組之間 入住檢疫館 入住檢疫旅館的這個人數 是節節的升高 百分比節節的升高 這也代表著說 在三級警戒之下 因為年輕人還必須要到外面去工作 然後要從事一些 就是說要跟社會有運轉的一些活動 在這個情況之下 看起來屬於這些不能再躲在家裡的年輕人 所看到的這個確診個案數的比例 入住檢疫所是有在增加的 所以這也充分的告訴我們一個狀況 就是說確實在三級警戒之下 當民眾全部都stay home的時候 事實上他就會達到他很好的 這確診數降低的一個效果 好我們稍後回來